十九大選出來的七個常委,除了協議之外, 我當時還記得我告訴你,沒有一個是接班的人才, 即是怎樣?即是不接班,不交膽子,現在誰都知道, 第一,第二,這些人在做了,復辟制帝制,有毛澤東, 他不是沒有項目,但將這個項目是無限擴大, 人的制度永遠都是有優點有決點的, 你沒有權力就不會濫權,但你亦做不到事, 但你以權力是很大的做事順手,但問題是他可能濫權, 所以現在來說就是怎樣去平衡,我不敢說 習近平不會走絕對權力,好像毛澤東晚年時的做法, 我不想說絕對沒有這樣的機會,但問題是你看他現在做些甚麼? 習近平在頭五年的時候是將所有的有關權力的制度放立, 他一句說話叫甚麼?將權力所在農子女,看到嗎? 第二,你只是看到他執政連就會怎樣怎樣, 在這裏來說,我在憲法改期中,不只是改這件事, 我等一下截了明明,他說編發第三條第三款, 國家的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 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他負責受監工, 改為加多一個監察機關,這個監察機關是剛剛新設立的, 就是將反貪,紀檢,這個那樣,全部成立一個權力很大的監察機關, 然後交由人大的選舉產生,還有對他負責,受他監督, 不知是怎樣,這個就是一個制衡,其中一個,是不是? 如果他真的要帶權獨立,為何要無緣無故說這個? 聽不懂?即是說習近平一方面來講, 他希望為了國家繼續帶領我們做多幾年中國夢, 將中國夢能夠落實地,或者切實地, 所以是起碼製造一個勞不可以動搖的基礎, 但另一方面來講,他亦都不忘記, 把權力的筆的留言,這個監察機關, 這個監察機關有少少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封建王朝的時候,左都與視, 一個監察的嚴官,那次是嚴官, 即是負責談吐官員的,但這個權力這麼大, 是執行他們的,所以你會看到就是說, 這個在報紙上沒有人,沒有人提到這件事, 即是說,如果我想集權, 我為何要做這麼多事,落著我的權力? 全部拿著他就可以了,是不是? 所以這些是一枝樹馬跡, 就是說習近平主席,其實不是說, 就好像毛澤東,或者他們那些攻擊的人, 是復辟帝制,而是真正想多幾年去做事, 統治一個這麼大的國家,五年其實, 或者十年其實不是這麼長, 後來五年他在做甚麼? 復古的權力,這五年才做, 面對著這麼龐大的工程,是不是? 試想上,當今中國政壇, 有哪一個能力能夠合得到習近平的一半? 你不要只是說,有很多聰明人, 周恩來這麼聰明,他一輩子都是做宰相, 朱德懷他一輩子都是打仗, 彭德懷他一輩子都是打韓戰, 這個才幹是不同的, 一個所謂全財通財的話, 這個紅財偉略的話, 真是五百年出到國產, 在這十年,今時今日出了, 如果給他五年之後退, 我個人來說,覺得極度浪費, 中國大陸的考慮政治, 不是香港,香港很按摩的, 李明慧做得很好的幾部署長, 57歲,退休了,是不是? 為什麼不可以做多五年, 三年五年, 不行了,57歲這樣, 非常時期就做非常事, 人才難得,連歲上班, 是不是? 所以這件事, 香港突然不破, 因為怎樣? 他沒有大處著眼, 他整個小處著手就是, 可以他57歲, 可以他人家, 大陸就是說, 喂, 中國夢啊, 喂, 習Sir, 你不帶我們走走多一輩, 那我怎麼辦? 我夢分分就醒了, 醒了之後, 黃娘一夢, 一夢, 一夢無聊到的, 喂,你先走完, 大哥, 對嗎? 所以我覺得, 他繼續做多五年, 起碼應該做多五年, 到時的時候, 我計計我自己會同意, 我計計自己就知道, 嘩, 現在再數五十年多, 七十,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但是我自己說, 我自己說, 中國無從此無憂, 退休年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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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好像有退休年齡限制, 去到這個位置沒問題, 繼續,